大家好,我是Stan 2014年,韩国的世约号惨案 让很多人都受到了精神上的打击 而之后,韩国政府的处理也让很多韩国人都非常失望 然后今天,一位事发7年来 都不知道儿子遇难消息的母亲获得巨额赔偿的消息 再次让网友们都气到吐血了 12月14号,韩国大法院裁定 政府必须向一名在世约号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儿子的亲生母亲 支付3亿7千万韩元的赔偿金 虽然亲生母的温慰金因超过时效而无法获得 但对于儿子的潜在收入和温慰君债钱的赔偿责任 则被认可了 重点是,这位母亲A某这7年来并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死绪 A某的儿子于2014年在世约号灾难中丧生了 而A某应在2000年就与丈夫离婚后 一直都与丈夫和儿子都没有任何交流 A某应不知道儿子的死绪 所以也没有领取失约号灾难的国民正在接 直到2020年1月 他才从社会灾难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那里 得知了这一消息 根据判决说 A某在接到相关联系后哭着说 我的儿子是因为失约号而死的吗 那他以前是上的单院高中吗 之后A某以国家的救援失败而失去儿子 在当年3月提起了索黑赔偿诉讼 因为诉讼提出的比较晚 是否认定损害赔偿请求成为了审判的争议点 在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已经超过了提出损赔的可能时间 因此无法认定赔偿责任 二审则认为 A某在2020年1月才知道损害及加害者的时间点 所以因从得知儿子死亡的那一刻算起 因此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于是二审法院判决 政府必须向A某支付3000万韩元的本人不分温位纪 判317000万元的儿子不分潜在收入及温位纪 但大法院的判决则有所不同 大法院认为 A某自己的温位纪应该适用国家财政法上的时效规定 如果这样看的话 时效已过请求权已经消失 然而对于儿子的潜在收入和温位纪债权 法院认定有赔偿责任 而A某在2021年1月得知儿子死亡的消息后 到提起诉讼之日为止 还没有超过6个月 因此被认为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2000年离婚 2014年孩子是高中生 这意味着在孩子大约3岁时就离婚 之后就没有联系了 不知道孩子已经去世超过7年 对这种情况还要赔偿 而且不是他自己发现的 是政府联系他才知道 然后提起诉讼 任谁看都像是为了钱 4月后时间让全国陷入混乱 如果是一个母亲 至少会去确认同龄的儿子是否安好 完全不关心 然后利用去世的儿子来赚钱 这算是人之常情吗 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7年 甚至不知道他救度哪所高中 只因为是亲生母亲就要给他钱吗 真是让人气刀吐血了 法律应该要改进 生了孩子不代表就是父母 当时单元期甚至被宣布为再去 如果有同龄子女的人 更应该会感到心痛并关注此事 但他竟然一点也不怀疑 这就像是把孩子当作不存在一样 难道只有在领钱的时候才是他的孩子吗 老实说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儿子长什么样子对吧 当他接到死讯时 真的是伤心哭泣了吗 还是因为赔偿金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是因为至今国家还没有通过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 到底是有哪些利益相关者 以至于至今人无法通过这项法律呢 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离婚后是爸爸一个人抚养了这个孩子 那应该是爸爸要得到赔偿金 为什么会联络了已离婚且多年没联系的亲生母呢 我去查了一下资料看了一下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相 但据了解 父亲是因为太生政府的气 所以故意没有接受国家的赔偿金 但是政府这边为了早点结束这件事情 就联系了亲生母给她赔偿金 我们该做都已经做完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于三岁就离开 一直都没有联络的亲生母 获得巨额赔偿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都没有联系了 感谢观看